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顧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速报 喜欢我节目的朋友记得留言、订阅、赞好、分享给朋友 新人很需要大家订阅支持 大家记得多多订阅 刚刚就知道最新的消息 是关于黎智英的消息 立即和大家分享 黎智英、李卓人 他们因为2019年8月18日 在港岛区的流水式集会 被判刑 他们两个分别被判囚了12个月 即是一年 另外梁国雄被判囚了18个月 即是一年半 另外也有其他人被判刑 我就不逐一读他们的名字和刑期 总之一年到一年半左右 这些好消息 第一时间知道就一定会和大家分享 我这次觉得法官做得很好 因为我当初看这篇新闻的时候 我很担心 原来就这样罚几千元就算了 因为平时非法集结 通常都是罚款居多 比较少有监禁行为出现 但大家明眼人 不需要读法律什么的 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实今次这件事的性质 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普通的非法集结 例如有三四十人 他们聚在一起 不知道做些什么 但现在这件事 大家看到 是有成一百七十万人 受到他们煽动的情况之下 走出来香港 不知道做些什么 那时比较幸运 就是没有什么暴力事件出现 虽然看上去没有暴力事件 但这么多人拥在一起 其实就已经是一种暴力的方法 去阻止了香港的一些日常的运作 一些交通 一些物流的疏纽 其实是被他们用一种烂暴力的方式去制停了 那时那一百七十万人 就是我身作盾 用自己的身体去做盾牌 去做一些robot 做路障 去阻止那些东西 然后他们的活动方式 就像那些亚米巴变形虫 周围变形 总之哪里有洞有洞 他们就会散开去 目求希望可以在港岛区上 尽量做到 倒截一切港岛区的正常生活 正常运作和正常交通 正如我刚才所说 平时的非法集结 都是说二、三十人而已 就算了 一百七十人的非法集结 其实已经是说了很多很多很多人 一百七十人 几个班房都放不下的层次 大家可以想象到 一百七十人都是这么多 如果是一百七十万人 究竟会是一个多么恐怖的存在呢? 所以在这里提提大家 不要太容易被黄尸乱说的歪理影响到自己 因为在这方面 他们会有个谋误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哎呀,平时非法集结 最多罚几千社会服务领 现在罚那么重 一定是政治打压 但真的不好意思 黄尸说话很喜欢说些不说些 平时是二、三十人聚会 现在是一百七十万人聚会 层次等级完全不同 如果一百七十万人的活动 处理得不好 其实很容易会变成恐怖襲击的事件 又或者是一些人踩人的事件 到时是极有可能死了很多很多人都不顶 所以那天警方也是极度克制 不会说去放催泪弹 因为警方虽然是不同意 一百七十万人他们在做的事 他们的证件 但是警方都会担心他们的生命安危 所以都是极度去压制自己 不可以放催泪弹 因为一放催泪弹 这些小小的冲击磨擦 很容易就会变成暴动 而且变成暴动之后 又很容易因为有催泪弹 就会影响成为人踩人的事件 身为警察 身为一个政权 就算有民众不同意自己 也好 但不代表会去特意放催泪弹 等他们人踩人死 所以这一点 其实警方和政府是做得很好 大家都要给个赞他们 还有就是说一百七十万人 如果他们一瞬间变成暴徒 会是一件恐怖的事 就算一百七十万人 他们没有接受过训练 他们没有枪 没有刀 没有棍 也好 但一百七十万人 同样都可以成为一支很恐怖的士兵 很恐怖的军队 所以也要说多次 今次法官判处监禁一定是正确的 因为真的一定要以警效尤 如果不是之后 那些人又学他们做一百七十万游行 又做一百二百万游行 香港就会再次被他们玩到烂 玩到没得再要 还有这里再跟大家说一下 今天黎智英除了八一八的事件被判刑之外 亦被加控多两条罪名 就是关于黎智英协助李宇軒离开香港 妨碍司法公正 还有他联同马西文 即是他以前外国势力的一些鬼佬 还有李宇軒 还有刘祖迪 即是那个很出名的揽炒吧 他们这班人就联同一起去勾结外国势力 就特意去请求一些外国的机构 组织人员 去实施对香港特别行政区 或者是中国进行一些制裁行动 封锁行动 或者是其他敌对的行动 说起这事件 自自然而要说一下 揽炒吧主持人 大家可能不记得了 他在谁做过什么 总结来说 他是个人吃黄丝人血饭头 说了很多凶饭话 说了很多假太空说话的人 总之就是哄小黄人捐账给他 他最后愚蚁算盘打得很好 他自己就吸了3000万港币 再继续去外国风流快活生活 还有另一个特点是这个人很喜欢赞威应叻 总之有任何外国对中国一些不利的行动 他都会立刻跳出来说自己有份帮忙 说自己有份帮忙满炒 例如之前的蚂蚁金服在香港上不了市 澳洲和中国之间货物出现不来往 互相抵制的情况 还有之前美国制裁一些香港官员 这人一定会冲出来赞威应叻 但当大家仔细看相关报告时 就会发现人家英美那边 没有人认识他、提起他 更加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但这人很喜欢赞威应叻 现在有部分觉醒的小黄人 捐了钱被骗了钱的小黄人 他们都会去恃笑自己 为什么当初会捐钱给这个傻人 甚至乎当黎智英被加控多两条罪的 这段新闻的时候 小黄人都出来自招 他们的阿Q精神就出来说 哈哈,现在的揽炒吧 就终于揽炒黎智英了 耶! 我看到得淡笑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我节目的朋友 就记得留言、订阅、赞好、分享给朋友 按个小铃铛 下次再看 拜拜